报社女戏者萌萌和阳光大男孩金亮相恋一年,终于走进婚姻的城堡。 从小知书达理的萌萌同意和公婆同住,却有死埋下无边的祸患。 他任气吞伤却依然逃不脱婆媳纠缠的怪圈,努力想当一个孝顺媳妇,却屡屡被挑战做人的底线。 同意屋檐下的新秀两代人,要经过多少风浪才能幸福安宁。 倾心相爱的两个年轻人,面对婚后的柴米油盐,如何找回最初的机器? 欢迎收听都市情感小说《媳妇底线》,演播小如。 金亮一脸阴沉地开着车,车里的空气冷得都可以结冰了。 对于这个,柴米倒宁愿相信是空调开得太低的原因。 到了环线的口子,金亮忽然一扭方向盘,找个地儿,把车停下来。 你要干嘛? 柴米诧异地问,因为回家的路可不是这条。 金亮把头靠到方向盘上,呼吱呼吱地喘着大气,似乎是憋着老大的火一样,粗声说。 咱俩得谈谈。 谈什么呀? 见金亮这样子,萌萌说话也没了好气。 我爸!是我爸! 金亮猛地喊了出来,声音大地把萌萌的耳膜, 都要震得疼。 你不能我爸每次闹完,你就跟我闹! 某某莫名其妙地望着金亮,老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良久才出声。 不是,我,我跟你闹什么了呀?啊? 你说我跟你闹什么了? 你听听你自己的声,这不是闹啊! 金亮的口气更厉害了。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了? 萌萌声音也高了起来,俩人又陷入胡搅蛮缠的路数去了。 你在餐厅就开始甩脸子,你给谁看呢? 在车上又拉着脸一路不吭声! 萌萌气急,倒笑了。 真是好笑哎,亮子,你捡不讲理啊,在餐厅除了你爸谁没拉着脸? 刚才这一路上来你刚上了吗? 你们薪金的一家子是不是就爱胡闹啊? 他也开始无差别的打击了。 你是不是又把我们全家扯进来,是不是,是不是! 金亮瞪着眼睛直拍方向盘, 萌萌的牙尖嘴里只要开了头就没法再停了。 你今天吃错药了是不是? 我事那么多是谁一个接一个电话把我催过去的? 是谁的老爹好死不死碰上个大款的? 是谁把洗手水喝得滋滋响的? 是谁说我老公娶的媳妇就忘了爹的? 你这会儿和我发什么脾气, 有本事冲你那个富贵老爹去啊! 你,你还说什么事?你还说! 金亮的眼睛都红了, 瞪着萌萌举起了右手, 但马上又飞快地缩了回去。 萌萌望着金亮那小动作, 心里突然又有点绝望, 跟金亮吵了这么多年的假, 近来这种绝望的感觉是越来越深。 他突然什么也不想说了, 打开车门,就走了出去。 萌萌沿着和平里, 漫无目的地走着, 甚至脸上还挂着一丝笑容, 那是一种无奈何对自己的嘲讽。 这种没来由的吵架次数越来越多, 他甚至开始怀疑这场婚姻了。 打刚结婚开始, 就为了公婆打架, 为了平息家庭风波, 在亚运村买了新房子。 有了大房子, 住一块儿还打, 那就分开, 要分开生活就再给公婆买房子, 结果还是要打。 这些问题是全出在公婆身上吗? 他越理思路越乱, 难道自己跟金亮结婚就是场误会? 也许打一开始, 俩人就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所以谁也不能够包容谁。 刚过一条岔路口, 金亮就开着车挡了过来, 其实他一直在后面跟着萌萌, 因为车速太慢, 不知道多少司机骂骂咧咧地 从他旁边开过去, 金亮从车里出来, 一把将萌萌拉住塞进车里。 你又想干什么? 晚上吃什么呀? 我问你干嘛? 你晚上想吃什么? 金亮认为自己在赔礼道歉, 可其实心里依然压着怒火。 行了, 别这样了, 亮子, 我知道你这会儿压着火呢, 一会儿, 或者不定哪天这火就压不住了, 还得加倍爆发。 金亮, 没吭声, 只是开车, 然后又问, 吃桂林米粉, 还是麻辣烫。 萌萌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老公的问话, 金亮围了几次也不再出声, 车里的温度又开始下降, 到家后, 尽量冲进书房, 把自己锁了起来。 萌萌在沙发上待坐着, 也懒得再理老公, 也不觉得肚子饿, 就这么一直坐着。 到晚上, 金亮自己开门出来了, 萌萌扭头一看, 老公的眼睛都是肿的, 而书房里一直很安静, 显然是他自己压着声音, 哭了一下午。 萌萌不由地又心疼起来, 萌萌说, 萌萌说, 这是干嘛呀? 金亮木然地坐在萌萌旁边, 头埋到膝盖里, 沙哑着声音。 萌萌起身, 将金亮的头抱在自己怀里, 像对着一个孩子似的轻轻地说, 谁都不怪, 谁都不怪, 啊, 怪咱们, 非要遇上。 他还想再说什么, 却猛听见怀里轻微的憨声。 那天晚上, 萌萌又好气又好笑地抱着身心结皮的金亮, 一直做到天亮。 一个白领丽人的结婚七年, 一代都市新女性的婚姻编年史, 夫妻隐世家常离短, 听一对本本组小菜鸟, 面对职场、房贷、家庭的重重压力, 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 如何在生活的道路上展翅高飞。 都市情感小说《媳妇底线》正在播出, 演播小如, 欢迎您继续收听。 金亮和萌萌在大盘涨到六千多点的时候, 眼看着有好几只古物回了本, 赶快像丢掉烫手的山芋似的给卖了。 还有一只当初买的最多的, 偏偏跟美国核潜艇一样, 潜到深水里几个月没动静。 所以算下来, 两口子的资金总量还是赔着的。 那场风波以后, 俩人的关系算是缓和了一下, 金亮周末也没回父母家, 就有时候打个电话, 不鲜不淡地和老妈说上几句。 他心里还是对老爸憋着气, 一时间, 两个家庭算是风平浪静, 但萌萌心里老不踏实, 因为那个喜欢孕筹的金老爷子越是沉默, 那就代表他正在酝酿一场更要命的风暴。 老实说, 萌萌和金亮确实不太会过日子, 这天周末, 两人在清理家庭财务时, 双双出了一身冷汗。 按说, 两口子的工资每月加起来也有个一万五六了, 萌萌有时给其他媒体写点稿子什么的, 还能赚点外快。 但这一算下来, 两套房子还完贷款, 再加上物业费, 供暖费什么的, 一去就只剩下八九千了。 小车用了七八年, 也到了出毛病的时候, 时不时折腾一下, 加上小区的车位费, 就又飞出了一两千。 俩人忙得四脚朝天, 没时间在家做饭, 一个月得有三个星期都是在外面吃, 再加上点小白领的臭毛病, 太小太低档的饭馆不去, 买衣服也得讲个牌子, 然后一些七七八八的再一散, 每月攒不了几个钱, 有时还花得金光。 清账后的结果就是, 除了在股市赔得一塌糊涂的几万块钱, 俩人的固定存款只有一万多了。 萌萌和金亮呆坐在沙发上, 你瞪我, 我瞪你的没了动静。 就每月这种支出状况, 加上一万来块钱的存款, 在这大都市里混着, 背着两套房子的债, 上面四个老人, 俩人工作还全是一年一千合同, 虽说有医保, 但得病总归不是好事, 这还没把孩子的事算进去呢? 虽说婚前就计划好, 要过几年二人世界, 但是到如今夫妻俩都三十出头的人了, 不想孩子的事也不现实了, 可就他们目前这种财务状况, 想着都心慌。 金亮搂着萌萌安慰, 没事, 咱俩老了还有两套房呢。 萌萌感觉自己此时一片茫然。 难道咱俩这样累下去, 就为了老了有两套房吗? 要不咱也丁客吧, 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要孩子干嘛呀, 养着好玩啊, 还是为了养儿防老啊。 那就更谈不上, 你瞧瞧你那儿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 养孩子的时候, 真是全身心都牺牲给孩子, 自己什么后路都不留, 等孩子长大了, 又什么都指望着孩子, 上一代老人吃这种想法的太多了, 我可不愿意这样, 养孩子的时候, 就是得把自己也照顾好了, 给自己留点本, 甭全指着孩子。 对, 是是是, 咱们这代父母啊, 绝对不能宠老父折。 萌萌, 忘了老公一眼, 没再言语, 其实他心里还有话想说, 那就是, 做儿子的也别太顺着父母, 别把什么都交给爹娘, 自己老婆孩子不管, 对老人是孝敬, 不是孝顺, 这真是他最近的感悟, 但这话要是一说出来, 估计金亮是不会苟同的, 弄不好, 又要生一场闲气。 这边金亮还在发着牢骚, 哎呀, 可你说咱俩要是不生个孩子, 我怎么觉得活得就像走高桥似的, 一点不踏实呢? 那你真要想要, 现在就好好规划一下吧, 我告诉你, 打今儿气, 谁也不许到外头吃, 谁先回家时就先买菜做饭, 晚上准备好第二天的午饭, 单位都有微波炉嘛, 热一下吃一笔在外头买得好啊, 还有你那些哥们什么的, 少来往。 萌萌点着金亮的额头, 哎哟喂, 我还敢招惹那帮孙子呀, 没见我多长时间没和他们聚会了, 自打带着老爸老妈看房开始, 哎, 不过, 咱们是得计划着用钱了。 两口子的节流大计还没成行, 电话又响了, 这次倒不是卢沟桥那边打来的, 活蹦乱跳, 高大健壮的丁玲, 居然生病了。 萌萌和金亮听到消息, 当天晚上就赶到丁玲家, 路上还买了一束鲜花, 丁玲得的是假抗, 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 在丁玲家, 金亮陪着丁玲的韩国老公李旭臣, 在客厅喝酒, 李旭臣的酒量惊人, 可谓谦卑不醉, 这回刚喝了几杯, 脸却已经红了, 金亮想活跃一下气氛, 哎呦, 现在酒量差点了啊, 累, 现在真是累啊, 李旭臣红着鼻头和眼圈, 我是李, 叮铃和萌萌抱怨, 哎,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我, 好好的落这一病, 本来我说一边上班一边治, 可老公不放心, 非逼着我在家休息, 为这事跟我吵了好景回来的, 哎呀, 他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也真是的, 萌萌细细打量着丁玲, 好友的脸色确实不太好, 这可是白领上班一族的通病, 哪个女白领卸了妆, 脸色能看得过去呀, 丁玲的眼睛天生就有些向外秃, 脾气本来就有点暴, 因此, 这些假抗患者的症状, 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可你知道吗, 我本来都快要提中层了, 哎呀, 对咱们这种三十来岁的女人来说, 过了这一趟哪还有下次呀, 丁玲一向好强, 这会儿心里当然不平衡, 嗯, 那医生对你的治疗是什么建议呀, 医生说了, 要治这病, 得需要时间, 不能累着, 如果工作压力太大, 建议休病假, 哎呀, 那不结了, 人家老李让你休息是对的, 什么要紧呀, 身体最要紧, 什么中层啊, 事业呀, 哎呀, 都是假的, 他, 他也不是好东西, 谁呀, 你老公, 哎呀, 你也别仗着自己有病就乱骂人, 谁都知道李续尘腾老婆她是一等一呀, 一个大男人, 就这么被你这个北方辣婆娘给驯服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他, 装着挺训的, 心野着呢, 呸, 突然, 他拉着懵懵神秘的说, 哎, 这事我想好久了, 你得帮我查清楚, 啊, 什么事啊, 我怀疑李续尘至少也是在网恋, 啊, 懵懵惊得下巴都合不拢, 愣了一下就批评叮嚀, 不是, 你, 你这是让病给折腾的吧, 不带这么吓怀疑人的啊, 咱都是中年男女了, 你当还是小屁孩啊, 什么网恋呀, 懵懵, 这事我都已经跟了有俩月了, 他回家就窝书房里耗在电脑前, 还关着门, 我一退门进去, 他又特别神秘的把QQ窗口给立刻关了, 你不知道, 他都好几年不用QQ了, 你就是凭这个呀, 你听着别打岔, 前, 我真的不注意的时候, 我偷偷上他的QQ, 试了好几个密码, 哎, 你猜怎么着, 还真让我给蹬上去了, 你把你老公的密码掏到手了, 他用的是自己的生日, 屁, 那王八蛋用的我的生日, 我没事几下就上去了, 他QQ上一队乱七八糟的人, 聊天记录翻开就跟黄色小说似的, 看了我都直恶心, 啊, 不至于吧, 你想啊, 他还有你的生日做密码, 可见他心里头还是有你的, 屁, 他心里头有我才干这事,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他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是光聊着, 还是上床了呀, 所以你得帮我, 萌萌, 萌萌望着好友蜡黄的脸, 那上面写满了委屈, 他正举着袖子擦脸上贱的口沫, 萌一听这话, 差点又晕了, 你呀, 换个名, 说点挑逗的话, 夹他, 跟他聊熟了, 约他出来见面, 看他怎么着, 萌萌捂着额头做昏倒状, 啊, 哎哟, 这任务太艰巨了, 要不我怎么找你呢, 啊, 你答不答应啊, 叮铃从床上跳起来, 当胸垂了萌萌一下, 萌萌揉着痛楚没出声, 他知道, 假抗病人的脾气, 就是这么暴躁, 嗯, 这, 这事, 你自己也能干呀, 哎呦, 我, 我实在是干不来, 我自己怎么干呀, 你让我自己干, 这要把他约出来了, 我怎么面对他呀, 咱俩可是闺蜜, 你就忍心, 忍心就如旁观呀你, 金亮和李续辰听到动静, 推开卧室门诧异地往里看, 李续辰以为叮铃还在为自己的病着急, 没想到老婆是在算计自己呢, 还劝慰着, 林子, 好好养病, 甭瞎着急, 金亮, 则赶紧批评萌萌, 你看你啊, 你是不是又胡说八道什么了呀, 把丁林弄得那么激动, 你这孩子们老不懂事啊, 萌萌委屈死了, 只能扁着嘴, 心想, 你们俩人知道什么呀, 这都哪跟哪啊, 两位老公关上门, 继续喝酒去了, 丁林则继续逼萌萌, 你干不干, 可我真是要说点乱七八糟的话, 那他理我了, 我再约他, 他也出来了, 你不一样也得面对呀, 咱索性就当没这事行吗, 这事是没落你头上, 当没这事, 要落你头上你能当没这事啊, 门又开了, 金亮和李续辰又走进来, 林子, 你没什么事儿吧,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你们还盼着我有什么事儿, 出去出去出去, 金亮非常尴尬, 李续辰善笑着把金亮拉出去, 小声说, 他近来就是这样, 听说假抗患者都是脾气大, 你是不是盼着我得病赶快死了呀, 你快出去, 叮铃嚷着, 从后面扔出来一个枕头, 李续辰赶紧拉着金亮, 夺门而出, 行行行, 你别那么激动, 我帮你, 当叮铃再对萌萌怒目而视的时候, 萌萌连声答应, 作曲 李续达马 作词 李续达马 作曲 李续达马 作曲 李续达马 昨天, 那若有肆无的语言, 感觉马到手指尖 令人失去了初见 抱歉 很怕被别人贴标签 以为交情还太牵 内心世界还遥远 转眼 当定善与刀容颜 相处的极限 分合的风险 听众朋友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 都市情感小说 媳妇底线 演播小如 感谢您的收听 看你看我 看我们之间 像两条河流 彼此修缠 又彼此蔓延 愿你愿我 愿我们之间 能看似平凡 感觉温暖 简简单单 就好想看见 他们说的不轻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